我们目前现在这艘船是位于美国坦帕附近的美国海岸上面 3月29号之前一直是在海上面飘着 船上有病例 所以就是美国政府这边不要求我们靠岸 我们船上目前是没有游客的 大概700个员工有200多个人是参与防疫的 大概有二三十个国家的这种人 中国人有21个 3月29号我们靠岗坦帕的话 传说应该是拿到试剂盒 所以他们就开始检测了 3月29号的话检测出了一个人 31号我所知道的话应该是有21个人确诊 然后有31个人是疑似 好像有一两个特别重症的人被送到了美国医院 然后我们现在船上只有一名医生和三名护士 现在就是让所有的人就是确诊和疑似的患者 自己在房间内隔离 实在重症的话就会用救生艇送回美国 目前我们在船上隔离的话 就属于所有人都是自己一个房间 然后每天会量两次体温 医药物资是非常紧缺的 口罩和保健包这种我们都是没有的 他们有特别严格的禁令 就是禁止你不要出去 甚至有很多外国人不在意这件事情 他们就不戴口罩什么的 在走廊上面还和别人聊天 中国船员相对来说会好 大家的自我保护意识都很强 所以目前来说船上 中国人都没有被感染的情况 然后据我所知也没有出现疑似症状 就是所有中国人基本都非常想回去 回国的话万一你生病的话 一直可以得到治疗的 所以就很希望目前国内能了解到我们的状况 很有可能到了隔离期 还是会有那种疑似和确诊的病例出现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的隔离时间就还会再延长 现在有的船 船上是没有感染和疑似病例的 所以他们的计划就是 先把船开到国家 比如说有菲律宾的船员 他们就把船开到菲律宾 然后把船员这样陆续送回去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